被檢警告知社區頂樓的女師 疑似是自己的母親 一人唐志平現身 士林地檢署說明 誰是唐先生 泰文明 疑似是嚇了一跳 說了自己的泰文名字 轉身就進去報到 結束之後才正面回應 不是我母親 我親眼覺得不是我母親 腳很粗 我母親腿非常細 確認不是我母親 還是不認為死者是母親 檢警為了確認身份 三號機構報案 就開始掉位監視影像 發現一號凌晨 死者獨自搭電梯上頂樓 四號相驗的時候 也聯繫唐志平的表妹 確認身份 但唐志平解釋 表妹不是血緣關係 至少五年以上沒見面了 至於這幾天 母親沒有回家 離家之前到底有沒有爭執 一兩個月之前 不能叫爭執 叫做意見不同 我比較愛整結 我自己可以洗碗打掃 但是因為我工作比較累 所以我母親都習慣單了 但是對我來說 衛生條件不夠 所以會有一些意見上的不合 陳欣母親失踪之前 雙方沒有吵架 這回來到事件 是因為檢察官 要確認這件事 如果最後沒有家屬出來的話 就會變成殯葬業者處理 那要我同意 對我來說也很奇怪 因為我怎麼會同意這種事情呢 因為那不是我的家屬啊 法律是這樣嘛 那同意我就同意啊 對於使者身份 尚待進一步確認 故遺體將暫置於板橋殯儀館 妥善存放 唐志平已經領取香驗屍體證明 但要是最後都沒有人來領遺體 市府公告二十五天 將會交由殯儀館處理 費用也是由法定進程人承擔 不過唐志平仍然覺得 母親只是還沒回家 如果一個月之後 還是沒消息 不排除正式報案 母親失踪 TVBS新聞台北總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